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药师琉璃光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一心鼎礼 四大天王 护法善神 好 请放着 就像刚刚我们要这样在合掌念佛 那是最重要的修行 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安定 因为所有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安定 因为这个不安定 产生的念头 我们叫烦恼 贪嗔痴 那有这个烦恼 那你就会去造业 深口意 那造业 所以每个人就有夜暴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拉回来 叫拿摩 所以如果你把心放在世间的事情 当然你本来就会有痛苦 结婚也痛苦 没结婚也痛苦 有钱也痛苦 没钱也痛苦 没儿子也觉得很苦 有儿子更痛苦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如此 跟天气一样 跟交通一样 它本来就不断的在变化 在动 所以你会觉得痛苦 我们也欢迎我们传席到法师 好 向你们站起来 下辈子多十公分 会长得高一点 因为夜暴 你用你的身体去尊敬别人 尊敬佛 所以你就会出身高贵 长得高大 你用你的声音去称赞别人 所以你的声音会好听 人家喜欢听 你用你的心 你用你的心去恭敬别人 就像我们恭敬佛一样 所以将来别人也很喜欢你的心 那我想这个就是佛教的修行 我们的心态 引导我们的语言行为 然后制造不一样的命运 所以刚刚讲到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态 一直依赖的 会变化的 会变化的 那你就会很痛苦 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我们要把他拉回来 那么常住是方佛 所以 像我出家了 我师父就告诉我 你就每天没事去研究佛像就好了 每天就看佛像 看佛经就研究这些就好了 然后研究祖师大德在干嘛 这样就好了 那这样你的心态就会改变 以前我们把心态研究什么 世间的人 有钱人 电影明星 爱情 所以你就会乱 因为那些不圆满 所以我们为了要安定我们的心 要我们将我们的心态 生命 来看佛像 所以经典说 一个人如果眼睛经常看佛像 心会很安定 不会生气 那将来眼睛也好看 脸好看 所以 因为佛像 就是一个圆满的 有加持力的 所以就像你用你的嘴巴在念佛一样 然后呢 透过这个声音也有加持力 你将来口业清净 那也透过这个 心也清净 所以我想我们到寺庙来 就看到的都是佛像 听到的都是佛法 看佛经 所以你能够跟佛的心一样的时候 以后你就 你看到别人就会慈悲 因为用佛的眼睛来看别人不一样 用佛的心来看众生就不一样 所以修行很简单 它就是转化 转化 为什么叫念佛 我们现在是凡夫啊 会生气啊 所以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看那个事情 我们现在要站在佛的想法 佛叫我们说要相信因果 佛跟我们说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 佛告诉我们众生皆有佛性 那你要用佛的想法来做事情 我想就像我们出家人一样 各位看到出家人 你会想说出家人应该要慈悲啊 出家人不要有欲望啊 出家人要对别人很好啊 因为你们知道嘛 因为出家人他是随佛而出家的 如果出家人不好 那你会觉得这个师父不好 所以我想那出家人好不好 在于他能够忘了自己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用佛的想法学菩萨 那人家就会觉得这个出家人不错 事实上佛法就是如此 我是痛苦的根源 所以我们要转变 我要学阿弥陀佛 我要学观音菩萨 我学地藏王菩萨 这样就好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懂这个道理 他这么有钱我这么穷 我觉得很痛苦 他那么聪明我怎么笨笨 我很自卑 那你又烦恼了 今天你条件很好你就很骄傲 你看别人都一百七十公分 我一百九十公分 好可怜喔 你像长颈鹿啊 你很痛苦啊 因为你条件好你就想要骄傲 你条件不好你就会自卑 那就是用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有时候各位我们要问自己 你快乐吗 还是你觉得很痛苦 如果你会觉得很痛苦 那是因为你用你的想法 你没有加持力啊 所以你很痛苦 所以你只要按照佛的想法 去慈悲 那你会觉得很快乐 所以原来学佛 就是要净化自我 简单来讲 消灭这个我 不要跟人家比 今天你会唱歌 那我会敲法器 那我来敲法器就好了 我配合你唱歌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有基督心 干嘛他唱歌 我在那边敲啊 我很自卑啊 我为什么跟他不一样 那你就很烦恼 我想一开始我们就是 配合对方 我们世间人就说 各自用自己的能力 去绑住对方 就像一个虾子 还有一个断腿的 两个合起来就OK了 但是呢断腿的也不用羡慕 对方有腿 虾子也不用 说你有眼睛 我为什么没有 只要你配合我 我配合你 然后自己也不强调自己 然后我用你的腿 然后我用你的眼睛 那两个都很快乐 那我想佛教叫我们讲空性 他就要让我们 开始学习 配合别人 这个人会讲话 我是哑巴 我不会讲话 我会扫地啊 就可以了 我把地扫得很干净 你把经验得很好 那大家都很快乐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无我 空性 然后呢 又能够帮助别人 尽你的力量 那你就快乐 千万不要像世间人说 我这个合唱团 他是主角 他负责唱歌 那我在那边敲鼓 我觉得很自卑啊 我干脆把他这个 这个主唱把他打死 换我来唱 那这样 双方就不圆满了 所以我想 我们来学佛 那南摩常驻死方佛 不是南摩你自己啊 我今天 我在这边上课 我一直希望 你们认为我讲得很好啊 你们给我鼓掌啊 你们觉得我很厉害啊 那我就很痛苦 因为我是在 表达释迦牟尼佛 的佛法 而不是我 因为我是个凡夫 所以我想个人呢 我们学佛不要个人崇拜 我想现在世间有很多 我们叫不好的法师 或者恶之士 是因为他不是用 释迦牟尼佛的想法在 在引导自己的帮助 他用自己的想法 他想要你们不用拜佛了 拜我就好 你们认识我就好 那这个你就不能接近了 因为呢这个叫有我相很强 那我想我们不分在家出家 我们就在学这个 不要我 我们拜佛啊 我们学习佛的慈悲啊 我们念佛的经啊 我们表现佛佛的心啊 所以念大悲咒啊 往生咒啊 哪一天我们也可以变成佛 这样啊 所以学佛学佛 有几个重点 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佛 第一个 不要对这一辈子太贪恋 因为说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很有钱啊 很漂亮很健康 不要执着这一辈子 第二个 也不要对来世或是轮回太贪恋 我希望我下辈子升天啊 做有钱人啊 很漂亮啊 做影歌星啊 我虽然这辈子条件不好 我希望我未来很好 这个叫对轮回有执着 第三个 不要对极灭有贪恋 什么叫极灭 就是说 在我们大乘佛教就怕这个人 只想为个人解脱而修行 因为他知道轮回很苦啊 所以我赶快修行 让我正阿罗汉 我不要来了 所以这个是学佛前面三个障碍 对这一辈子的执着 第二个 对来世或轮回的执着 第三个 对于解脱的执着 那第四个呢 对成佛的方法 不知道 那也不能成佛 所以为了对峙这四个缺点 第一个呢 释迦牟尼佛 要我们学习 观修 变化无常 你要多去看 这个世界呢 所有的存在的 都是变化无常的 苦的 这一点一定要多去了解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死 有了这个生命 一生下来 就注定一定会死亡 这个要去思维 花 开好了很漂亮 它注定会凋谢掉 香 点好了 它注定会消灭掉 灯 点燃了 它最后一定会没有 那对这个东西你要经常去思维 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出离心 所以我们说 人生难得 生死无常 要经常去想 在轮回六道里面 做人是最殊胜的 如果你下地狱啊 鬼道啊 你都知道做畜生 没办法修行啊 如果你升天啊 太骄傲你也不会修行啊 如果你做阿修罗道 基督心很强不好修行啊 做人 然后 每个人都有痛苦 也有快乐 所以 哎呀 而且做人能够 有机会 修行 所以你要一起思维 人生难得 所以不要浪费生命 如果你把生命一直追求 像我们华人 比较爱钱 对不对 比较爱钱 比较喜欢盖房子 一间又一间 我每次来雅加岛 我觉得很好玩 那房子盖得好大 前面用的栏杆 又怕人家爬进去 每个人都自己盖一个监狱 所以很多外国人都问我说 他说他们来印尼都觉得怪怪 房子盖得很高 都没有窗户 如果火灾怎么办 他说怕窗户挖太多 人家会跑进去 但是他觉得他还是要盖大房子 他还是要买大车 所以在这一点就觉得 他就认为他在追求现世的快乐 结果越多钱越麻烦 又放不下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了 如果你要追求这辈子来世的快乐 你只要做善事做多一点就好了 很简单 存好心 说好话做好事 你就会很有福报 所以我想多帮助别人 多供养三宝 那各位都会 而且尽力就好 就像昨天大家供水 水太容易了 供香 供花 供灯 这些都很有福报 甚至我们等一下还要干露事实 要事焉供 这个都是慈悲 第二个 那要如何消除对轮回的贪恋 那各位呢 就要想着轮回生死 不究竟 升天 福报享受完了 也会下地狱 也会轮回 所以这个世间 这辈子 也是在轮回 不管你升天 那你还是在轮回 所以轮回的过程 没有一样是快乐的 这一点要经常去思维 我们学佛的人 如果想要升天 只有一个地方 那叫都率内院 因为我们要去那边 亲近弥勒菩萨 因为我们才可以学菩提心 其他的天 都不想去 就像现在 医生跟你说 你从出生 到八十岁 都不会生病 连咳嗽感冒都不会 你就很快乐 但是你八十一岁开始就得癌症 到九十岁才会死 你也说我不要 你就开始烦恼了 虽然我现在才出生 八十岁我天天不会生病 但是我八十一岁就会得癌症 那我不要 这就是轮回的意思 所以你只要活着 那你就会老啊 就会死 哪怕你下辈子福报在他升天 那时间到了 你还是会轮回 而且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快乐跟痛苦 决定在我们的夜报 所以你要不要做坏事 都做好事 所以各位要去了解 第二个要消除对轮回的执着 那你要思维轮回的不圆满 乃至夜报的力量 那第三个 虽然我们知道这辈子不要执着 下辈子轮回还是苦 所以我不想来轮回了 要解脱 也不能执着这个 那你这样就修解脱道了 就不是念观音菩萨了 观音菩萨是慈悲啊 所以为了要消除 对解脱的执着 那各位要生起悲心 我想要离开痛苦 但是我的妈妈也应该要离开痛苦才对啊 而且无量事的轮回 所有的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你要这样想 所以为了要消除对解脱的执着 那我们要经常思维慈心啊 悲心啊 想着别人 如何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要经常念观音菩萨 念欧玛尼白灭奉 就让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 不会执着 所以 经常修慈悲心 那是各位去放生啊 我们等一下干露事实啊 这个都是修慈悲心的方法 关心别人 超过关心自己 这样啊 如果你悲心很强 那你就不会想说 我为了个人解脱再修行 像各位南传佛教也说 泰国啊 缅甸啊 斯里兰卡啊 出家人很多 我们印尼有很多出家人 然后是修解脱道的 对不对 打坐啊 施身体啊 生命是苦啊 消灭贪嗔痴啊 他想的是这个 我不要起心动念 但是这样 他就为个人解脱 那还不是真正在学佛 学佛是 我如何帮助整个印尼 我如何帮助整个世界 地狱到怎么办 恶鬼到怎么办 这个叫学佛的悲心 所以各位你要经常去 思维这个道理 你不能一直说 像有些人在念佛 哎呀师父啊 生命好苦啊 我不要做人啊 阿弥陀佛赶快来给我带走啊 我不要做人啊 这样来念阿弥陀佛呢 那还不是真正的悲心啊 这只是为了个人痛苦在修行 就是因为你生命很痛苦 那你才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很痛苦 所以你要升起慈悲心 所以经常升起慈悲心 关心别人 你就能够脱离对解脱的执着 那第四个 所以我们就要学佛成佛 那为了要学佛成佛 那各位就要发菩提心 所以那发了菩提心 我们就要想 那如何能够成佛 所以我们就要修波罗蜜啊 要去布施啊 持戒啊 忍入啊 精进啊 要做这些种种的波罗蜜 我们叫菩提道 所以你才能够成佛 那为了要追求菩提道 所以我们要去清净善之士 就是说 就像弥勒菩萨 他是一个发菩提心的 即将成佛的 所以我们要去清净弥勒菩萨 就像善才童子 在观音菩萨旁边 善才童子 他为了要追求菩萨道成佛 所以他去接近观音菩萨 接近文殊菩萨 所以为了要 发菩提心成佛 那各位要去依止菩萨 这个已经发菩提心的菩萨 那我想 发菩提心 最主要讲的是什么 除了慈悲 为了要慈悲 就是说你要消除自我 如果一个人 经常为自己想 叫我执 他就不会发菩提心 他就没有悲心 所以我们就利用慈悲心 来消除自我 所以各位简单的说 就多学习 关心别人 帮助众生 你就可以很快的 去除我职 所以慢慢的 你就按照善知识的修行 念心经 金刚经 按照这方面去思维 照见五蕴皆空 慢慢慢慢 你就能够了解 凡事存在的 都是组合的 一盘花 一张桌子 一个大殿 然后你要去思维 它都是原因条件组合的 不永恒的 但是能够有大殿 就不能够离开其他的条件 所以对外在要有感恩心 但是又了解这个大殿 跟我们的身体一样 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一个暂时的组合而已 我们叫五蕴 五蕴就像五堆东西堆起来 这里面没有一样 哪一个叫我 这个手叫海涛 或是我的想法 这些只是一个假的名字 我想如果有机会 多思维空性 然后一动起来 就去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叫 静则修慧 动则修福 所以我简单的 先把佛法的基本观念 跟各位报告 有时候在讲这些 有时候会觉得 有点无聊 但是各位你要 你要强迫你自己的思想 不离开佛法的思想 变成习惯了 所以你所想的 都跟佛法有关系 看到世间 你看现在的人 都在追求今生的快乐 哎呀这样很苦 那些他们要追求快乐 却不懂的 修布施相信因果 哎呀他们好可怜 你要用佛法的思考去想一切 像早上各位来交通 雍塞 为什么 大家要去赚钱 大家要去上课 你看人都在忙 他们不是要跑来 跟我们一起上课 还要听佛法 他们要跑去赚钱 所以生命好苦 大家为了钱 所以你要升起慈悲心 哎呀为他们念佛 因为他们将来跟我们一样 忙是为了修行佛法 忙是为了慈悲 那要升起一个悲心 也会觉得自己很有福报 哎呀我们能够皈依三宝 懂了佛法 我们太有福报了 所以有时候各位你会去羡慕别人 比如说你现在六十岁了 你看到那个二十岁的小姑娘 哦 我也赚金少年 我也希望我十八岁 那这个观念就错了 十八岁能干嘛 每天照夜唱歌跳舞 还不如我现在六十岁拜婚 看婆 这个比较重要 能够学佛 她十八岁不学佛 她天天照夜谈恋爱好可怜啊 我们现在不关心自己好不好看 我们只关心佛像装不装严 我们这个肉体终会死亡 我们把佛像做得很装严 让每个人看到 这是我们最欢喜的 所以可能你要当你某一个念头来了 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个念头对还错 什么叫智慧 这些人就诋毁 诋毁就是他知道什么该想 什么不该想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你要弄清楚这个叫智慧 当然最高的智慧叫般若智慧 什么是真的快乐 什么是假的快乐 所以假的快乐是会痛苦的 长得很漂亮很出名很有钱 这是假的快乐 真的快乐是什么 现在各位坐在这边静静的 叫真的快乐 没有烦恼 而且我们在听闻佛法 怎么样帮助别人 这是真的快乐 所以真的快乐是解脱 跟慈悲心 铺地心 我们能够维持这个心态 叫真的快乐 但是不要被假的抓走了 所以要不断的这样来分析 那自己呢 习惯 这个很重要 好 现在我们来甘露事实 要事焉供 麻烦发一下水跟谜 请大家放开法会课颂本 在后面的第八页 不是前面 除非你们看得懂中文 调查一下 看得懂中文 看有中文的举手 看得懂中文了 其他看不懂 所以你还是要翻到第八页 还有 所以各位一定要千九代 万九代 叫你们儿子要赴中文 你们女儿子要赴中文 你们女儿子要赴中文 你自己照顾 不要让印尼人照顾 让印尼人照顾 他就变印尼儿子 都不要说中文 对不对 那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你现在你儿子不会讲中文 我怪你 因为你不自己看 你把印尼妈妈给他照顾 他现在变印尼儿子 因为你不懂中文很可怜 为什么 并不是说要赚钱 而是你看不懂佛经 可不可怜 所以这个是最麻烦的 做法之前准备米水 我们要念七佛如来 然后各位可以把米水先放 放地上也可以了 好 念七佛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 那么广博圣如来 那么灵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五个宗旨字 小座 君主理小座 阿弥陀佛拜拜 乡阿弥陀佛 mache 阿弥陀佛olare integrat 我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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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那现在要也让我们自己转化自己 所以后面这几个奏 如果各位愿意经常念非常重要 你扮演你自己好累 年纪越大越累 身体越累 然后呢 儿孙一大堆更累 越老越沉重 乔姑 所以各位以后早上起床 你最好照个镜子 然后半年你是老人 哼 哼 说话脆开开 走路脚开开 我现在老了 要怎样 你要经常这样想 通过去这只关了 我没办法 你会变成这样 这个思想很重要 我从小就这样 我从小看到老人我就很痛苦 这也就是我出家的因很重要 因为我很怕老 老很痛苦 再多的钱没有用 所以扮演自己很痛苦 那你现在呢 念这个靖三叶 就是空了 我变成观音菩萨 我变成地藏王菩萨 我去帮助别人 你就会很有精神 这个意思 第八页下面 我变成观音菩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首先为了要帮助众生 最重要的是心态 所以我们现在念Omari Bami Ho 想的这些众生好痛苦 地狱道的痛苦 饿鬼道 没有东西吃 没有水喝 永远在生病的痛苦 畜生到鱼吃 经常被杀 被追杀 大的吃小的很痛苦 所以死掉的人 不懂了佛法更痛苦 所以六道的众生都在痛苦 所以我们念Omari Bami Ho 想的他们的痛苦 我们生起悲心 为了要帮助他们脱离痛苦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 我如果成佛 我还真实能够帮助他们 就生起菩提心 也为了要成佛 所以我要好好的来念经 清净善知识 要有信心 所以这样念六十大名咒 来 Om mani bēmē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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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好念到会哭啊 各位要经常在念习 你念阿弥陀佛也好 你念观音菩萨 想得他们很痛苦 那些被杀的动物啊 那些正在得癌症的人啊 那些很痛苦的众生 你要一直故意想 我想就像你想到你的妈妈在生病 儿子在生病 你会掉眼泪 因为你会觉得他们很苦啊 你心肝很痛苦 很不甘 这个要修啊 那你只会对你的儿子妈妈不甘 但是你对印尼的工人都很甘 剪菜 那你没有悲心啊就不行啊 所以你要一直想了 他们一点点苦不行 你如果没钱很痛苦 他没钱也很痛苦 所以钱给他比较多 所以你越来越有慈悲心啊 那你的福报才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要一直想着他们很苦 人不要吝啬 不要刻薄 对不对 刻薄 给你儿子一叠支票 给印尼工人一整块 差那么多 代表你自己有分别太大 所以你要故意培养 一直想他们好可怜 他们真的付出比我们多 对他很好 所以要一直想到会掉眼泪啊 慢慢你的佛性 慈悲心就生起来 这个很重要 第十页 第三行 我们要 现在大家有悲心啊 像佛一样啊 要来为他们甘露私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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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